好 今天是雙十國慶 各式的國慶慶典活動陸續進行當中 不過今天在台北東區有一場看起來 氣勢完全不舒 國慶活動就是玩具展 玩具展今天登場 現場集見了相當多的人 畫面上您看到整個會場外面 擠到了原本的金山南路 擠到了旁邊的市民大道上面 有將近好幾百公尺遠 估計今天這裡有上千人來這裡參展 來這裡參加這個活動 不過現場衍生了一些問題 像是有部分的玩家就反映說 原本的一張門票像是金幣票 大概只要700元 但沒想到黃牛就飆到了上萬元 另外有一部分像是設計師的聯名款 或者是一些限量款 或者是一些綜合款 原本可能只是幾千塊的價錢 也飆到了上萬元 讓整個玩具展變成好像有一點變調 甚至很多黃牛我們現場觀察到 有黃牛直接在現場 他買完之後 就來到旁邊來進行販售 我們來聽一下一些玩家 他們的最新說法 對 我買就買差不多這個價格 那原價多少 兩千七 我買五千 那再賣還是賺 對啊 大概可以賺到多少 大概 看市場需求 對啊 就是促進經濟交流 有錢大家賺沒關係 好 可以聽到玩家表示說 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人他們想要收藏玩具 所以這個現場就變成有人願打 有人願哀 所以就會變成說很多的價錢 標得很高 不管是門票 或者是很多的限量版玩具 通通都變得相當的高價 讓很多人也紛紛放棄 也讓整個玩具展 似乎看起來有一點變調的情況了 好 以上是我們東新聞團隊 目前所為您轉換的最近情況 把時間交換棚內主播 一大群人擠在店內 有人站著肝等 有人襲地而坐滑手機 轉頭看向樓梯間 一路往下排滿人潮 這裡是台北萬華西門町一間 販售火紅公仔泡泡馬特的旗艦店 粉絲排起長長人籠 為的就是要買到心愛商品 只是去傳出 隊伍中有大批長輩及黃牛帶牌 引起糾紛 甚至吵到警察都來關切 他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以為沒有叫您排隊 不是 我們沒有叫您排隊 好了啦 你現在要求我們警方請您他們 對不對 好 那就沒有 那就拋棄了 那這裡是店家 店家的店家 對 你真的有什麼 真的他們上面店家 泡泡馬特店長說 有人誤傳消息 稱六號要販售特殊公仔 引起很多人排隊 但事實上並沒有要開賣 排隊民眾不滿 情緒激動湧入店內 導致店家暫停營業一天 經過警方柔性勸導 民眾才漸漸離去 而排隊粉絲則喊冤 說是真的喜歡商品 才選擇花時間排隊購買 但沒想到遇到黃牛 還有人插隊 跟工作人員反應 也沒有得到處理 結果空等四個小時 又沒買到想要的東西 打探真的不合理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日本寶可夢好幾年前推出 一度絕版的大器完成系列 快龍迷你龍玩偶 在台北寶可夢中心限量回歸 吸引大批粉絲到場排隊購買 也引起許多黃牛跟風掃購 這回寶可夢似乎有備而來 架上滿滿滿 這幾天商品架上已經補出玩偶 貨顏充足下 黃牛架也開始崩盤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就是前幾天剛開幕的時候 都好多人來排隊 然後甚至有夜排 對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比較好 就是我真的想要的人 那我可能就是不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買一支 我甚至可以就是像剛剛說的五千多塊 我可能甚至可以買個四五支 那這樣子就是對於想要的人來說 真的是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五千太誇張了 應該大概一千五 大概我是可以接收 網路平台的轉售價持續下修 原價九百五十元 一度被炒到五千塊天價 目前單次售價已經崩跌到三千塊 甚至有降到一千兩百元左右 跟原價差沒多少 而且價錢還在持續下修中 大打黃牛臉 不少玩家不意外 因為台灣現在是直銀店 不是快閃電 那黃牛不懂嗎 因為黃牛不像我們在玩東西 我們會有個習慣 就是收起大數據 然後那就是看到 哇 限量快龍去衝 不是啦 快閃電它不可能做限量 部分玩家認為寶可夢 現在並不出新把戲 去年戈荷蘭泛國博物館合作 結果兩週後 門市也能買到 台北直銀店開幕時 寶可夢特典卡量也超多 網路價格暴跌 這回大氣完成快龍龍毛玩偶 也是從業以為限量 結果量產 台灣在沒新東西下 人氣恐怕很難持續 東新聞收莫中心在台北 台訪報導 一個個盒子裝好的公仔 還安穩的躺在倉庫裡 終於盼到主人來 因為三月份全部被偷走 四處流浪 如今賣到二手店裡 主人把他們通通帶回家 還好找回來 這個真的買不到 有錢都買不到 親愛的公仔 上百隻一夕之間全部消失 報警後 在大家的通報之下才找回 那現在一隻隻找回來 一共清點出133隻 花五十六萬五 把他們全部買回家 我們有一個同號 他發現在這些店裡面 有看到類似的收場 然後把照片發給我 才請警方去做這個調查 由於公仔價格不一 不過都是被低價收高價賣 像是庫巴公仔用一萬五 收賣五萬五 庫伯利克雄 則是兩萬收賣四萬 售價都是收購價的兩到四倍 不等業者獲利恐怕超過百萬 裡面有人偶有雕像 有有有這個 這個熊啊 還有一些潮流玩具 而這家收購二手物的店鋪 海德沃福 是從日本來台灣的專業收購業者 標榜買賣都會審核 但審核身份是核對本人 而非核對商品 也不免讓瘋狂大叔之一 難道都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他們是一個專業的公司 他們在日本是很大的公司 應該他們在對這個事情的敏感度 應該是要有這個專業啊 瘋狂大叔認為 這等於直接給了 妾嫌一個合理的囂張管道 店家表示 竊賊宣稱父親生病需要資金 加上自己是收藏者 這回急著出手 才會低價賣出 仍有經過SOP審核 過程中也有退給對方 瘋狂大叔也提告髒物罪 律師表示可能向店家求民事求償 如今不少心愛公仔流浪在外 跟了新主人 只希望警方也可以趕快找到嫌犯 東村新聞 黃啟動 黃城錦 何雲廷 桃園報導 現在許多潮流公仔店都打著 現場的名號吸引顧客上門 而在台北這間潮流公仔店 還沒有開幕 現場就已經有許多排隊的人籠 而記者現場直擊發現 現場有很多的老人來排隊 其實不是他們要購買 而是他們被要求代牌購買 許多老人排排坐在路邊 泡麵礦泉水準備好 遮陽的紙箱也不能少 因為他們通通身負重任 要帶牌購買限量公仔 大概就是八百一千的這樣 就排一天 代排一天平均八百到一千元 讓許多沒有工作的老人 願意接下這份只需等待的工作 卻沒想到悄悄助長黃牛 這款來自大陸的公仔 很多都是限量款 定價也不低 要在指定店家才買得到 因此就有民眾投訴 還沒開幕的潮玩店 網路上就已經出現賣家炒價販售 懷疑限量公仔都被黃牛買走 幾乎翻倍賣的限量公仔 讓粉絲簡直氣炸 而業者也出面解釋 是預計在開幕前夕 才會設置排隊動線 會盡力維護每一位消費者的權益 但黃牛的惡劣行徑 並讓許多粉絲只能溢價購買 陷入消費的惡性循環 東三新聞李一勳張巧君 台北採訪報導 一個個被帶回的年輕人都是黃牛 他們看準的是這個週末 即將首次在台灣舉辦的 國際賽車封街展演 地點就在台中 台中市警方成立圖牛專案 運用大數據分析網路上 販售賽車展演票券的相關資訊 掌握八個人 涉嫌利用搶票機器人程式 還有不當的方式 大量搶票在加價轉售 還發現有人運用AI 產生黃牛票推往文案 甚至請AI教導如何穿行搶票程式 卻讓AI勸告阻止道德的情勢 清查之後他們總共搶購了大約600張票券 全案在偵訊之後 被依違反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東三新聞在台中的採訪報導